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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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天就是 如果來做同步考完的時候 如果大家比較值得對答案 考慕 就是你們考完的時候 就講基地都對 就是 比較對 就覺得基地都對啊 然後我就很安心 然後基地運氣好幾盤 然後考完的時候 回家再吃背後比較好幾盤 好 然後就接下來幾天就 欸 持續運動吧 就是 就是你接下來就一直打 然後等一下 有時候你們就 放棄了 就是什麼東西的話 然後 只要很安心的話 今天其實你就是 非常有效果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 一個冷靜性跟衝突的準備 這也是在考廠上最重要的東西 衝突的準備呢 就是說 你在上考上之前 一定要把自己吃過的東西 譬如說 你的 當然英雄運就是一定要 其他的話 譬如說算股口 對這些東西 也都要準備好 不要到時候到場上的時候 才會讓膨張 因為這個影響考試非常重要 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保持一個 親切的勾當 因為其實 機車說實在 他的體育不會說很難 所以說其實 你 當分你會做錯的 會有點緊張 或是 一直的慌張 但你判錯的體育 無判提議 這樣子的話 會出錯的機率 反規迷你完全不會 整機率還會大 所以說 你在之前的話 都要先 譬如說我個人的話 我會先在進入考廠之後 我們在 因為他要進去 我們偷先做位置 然後不會把他分開死 所以說 在大家做好位置的時候 可以先 閉上眼睛 把自己的心思先沈靜下來 然後再做好準備 然後再保持 然後當然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問題的話 就可以隨時向 就是 家長老師求不住 因為 一台校門的那個字 就是一個人 靠在他一個人上面 所以說 當我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要勇敢 向其他人求助 不要自己把所有問題都蹲下來 就是說 可以 像其他人問看 就是說 如果要勇敢的時候 尤其是在考試當天 要立刻 自己的跟 自己的 就是長輩 比如說老師 家長這樣反應 這樣讓問題得到去做解決 這樣才可能在考試當天 得到很好發揮 這就是我的經驗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